2023年5月的索尼会员游戏可以下载了 首先我们切换到会员的所有游戏 一二三档会员一共更新了23款 这三个游戏是一档会员送的 别忘了领取 上面这20款是二三档会员的 其中最后这三个游戏是老游戏 是三档会员才能玩的 老游戏的复刻 剩下的这17款都是二档会员的 首先有三个古墓丽影 都是PS4的游戏 这是九代 这是十代的崛起 和十一代的暗影 这两个有中文语音 这个是中文字幕 我个人感觉这个最好玩 日期已叮当PS5首发的时候的游戏 已经入库了 这个游戏和对马岛之鬼 还有恶魔之魂重制版 都是一个级别的 甚至更要高一些 因为它最后一个入库的 价格是568港币 这是一个动作平台游戏 英文语音中文字幕 是一个人玩的 不能多人游戏 剩下那几个我就不是特别关心了 看门狗军团 这是有PS5版的 动作冒险类 英文语音中文字幕 这两个是耻辱一和二 都有中文 属于动作潜行游戏 也是被赛斯达的 这是耻辱二 都是PS4游戏 还有两个牧场物语 也都有中文 都是PS4游戏 这是橄榄阵与希望的大地 这是重聚矿石阵 都是模拟类的游戏 三上真思的恶灵复生二 这个之前是不是送过了 这是模拟公交车 这是一个新游戏 首发入库 是今年5月16号 今天首发入库 支持PSVR2 属于动作拼图平台 艺术实验 密集恐惧症者渗入 这是重返德军总部 PS4游戏 这是一个音乐类的射击游戏 有简体中文 动作闯关射击音乐节奏 符文工厂四豪华版 这也是一个RPG游戏 这叫天会之 这是一个动作RPG游戏 也有中文 这是三脑会员的士玩库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这个月索尼会员听给力